零加零真的不能玩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糖,一个生活在希望区的猛男up 这期内容本来是想留到三周年总结在做的 但是最近发现很多玩家又被人带节奏了 所以就提前给朋友们做出来 相信大家最近也或多或少的看到了一些东西 什么灵华必须有专舞,满命以下无神鹤 灵命赛诺不如野猪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引起玩家消费焦虑的言论 搞得好像现在玩个角色,不抽个专舞,不抽个命座 这角色就不能玩似的 咱别的不说,就拿up我自己来举个例子 这方面我的号最有参考价值 我是100开头的UID 2020年9月15号入坑的894天开服全勤玩家 买了6张月卡,角色就这么多 没有天地,也没有天后 剩余原石,126906 粉球36个,篮球33个 都是一颗一颗攒下来的 我的所有限定角色都没有命座 我也从来没有抽过任何一把专舞 这两个五星武器是常驻持出的 还是那句话 原神会官服,世界会毁灭 但是冰糖小坤永远不会抽武器 平时视频中出现的命座专舞都是素材号 要么是找老板借的,要么是找朋友借的 录个素材,做完攻略就赶紧还回去了 谁还没几个有钱的朋友呀,对吧 我号上的全部资产就这么点角色 顶级体系只能配个雷国,其他的一个都配不出来 弧形叶中没有叶 神鹤万新,除了有个神啥也没有 逆战放没有心海 雷九万般没有万,更没有六命九条 反正不是缺胳膊就是烧腿 而且面板也非常的普通 就这个号,放到网络平均水平上 不夸张的说,算是大家定义的难民号,垃圾号 大多数人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网络垃圾号,深渊乱杀 那么Apple我想通过自己的号告诉朋友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原神这个游戏真的太简单了 即使朋友们没有专舞,没有命座 没有顶级的体系,没有离谱的面板 我们只需要把角色拉满,武器拉满 剩一物刷一刷,天赋升上去 配一个寒算合理的队伍 都不说优秀,合理就行了 再把手法好好的练习一下 随便乱杀 深渊可以说是整个游戏里面最困难的一个单元了 连深渊都随便打 那么大世界自然更不必多说 很多角色的零加零都是有缺陷的 这个App我不反驳,非常同意 但是它只是伤害没有那么高 不能让我们一路刮风带闪电秒着走 绝对不是玩不了游戏的 朋友们大可不必这么焦虑 网上那些1加1,2加1起步 看一乐就行了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吗 这么个磕法 App我永远都会是零加零的最后一道仿线 如果哪天我向强度低头 去抽了专舞命座 那说明零加零确实打不动了 但是这一天 估计到原神官服都是看不到的 那么到这里 很多玩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我玩了两年半 怎么只有这么几个角色 哎,因为能对上XP的角色 实在是太少了 App我呢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纯XP的 除了七神必抽 剩下的就只抽XP 所以抽个零命 看看漂亮脸蛋就行了 至于强度什么的 命座呀 专舞呀 随它去吧 无所谓 也正是因为这样 想要的角色太少 只靠攒 都能攒个十几万元时 完全没有科金的必要 两年半就冲了六张月卡 还是为了买科型的皮肤 因为皮肤没办法白嫖 要不然这个月卡都不冲 其他再没有任何的付费行为了 神里灵华的皮肤优惠 就剩下两天 还没有想好买不买 不过App我也在反思自己 我的XP要求 是不是真的太高了 喜欢的角色 确实没几个 最近也是在规划 后面的游戏思路 考虑要不要抽点 强度向的零命角色 要不然总攒着不抽 也没意思呀 扯得有点远了 本期内容其实还是 想缓解朋友们的科金焦虑 解开大家的科金枷锁 没有任何一个角色 是强制规定 必须要专武 必须要命做的 玩游戏要变强 科金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 多练习手法 多思考角色配对的可能性 我们一样可以变强 连App我这样一个 毫不在乎强度的 纯XP都可以做到 相信自己 屏幕前的你 一样也可以做到 那么最后 愿朋友们在抽卡的道路上 好运连连 金光多多 十连不歪 早日满命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键关注 长按三连支持一下App出 就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Respect 这次一定关注